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焦点 随着香港逃犯条例引来的争议是越来越激烈 香港面对着主权移交以来最大的一个管制的危机 而近日呢 有多方的消息说 中国啊 可能会通过这个政治的一些改善 把香港引入到就是类似新加坡的一种家长式的统治 当然这个说法不知道是中国官方的人士在推举呢 还是香港的人士在进行推测 不过近日呢 有香港跟新加坡的人士观察家们就认为 在香港难以实现新加坡的这种家长式的统治 为什么呢 尽管有人说香港本身具备了一些自由法治 这都是香港的优势 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好像比新加坡更具优势 但是我们必须也摆正一个事实 就是首先我们说香港跟新加坡啊 虽然他们两个地区都是前英国的一个殖民地 但是在脱离英国殖民之后呢 新加坡目前是一个拥有绝对独立主权的一个国家 而香港呢 目前只是在中国一国两制之下安排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它没有独立的一个主权 所以在政治的这个地位上来说 两者的差异就使得今天两个政府在进行问责呀 在进行政治对待呀等等很多一些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异跟不同 另外在这种不同之下 两个政府它的这种社会功能政治功能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它的服务群体 咱们先来看看新加坡这个国家 独立主权的国家 那么它服务的群体呢 相对的非常的清晰非常的单一 就是新加坡的国民 新加坡的公民 但是香港政府的服务对象呢 就比较复杂了 它首先要服务于中国中央政府 同时呢 也要服务于香港的社会和香港的人民 今天我们看来 它好像是把这个天平更倾向于中国中央官方政府 那么其二 就如果说中国有意在香港推行类似新加坡的家长式的统治的话 需要打破一些就是中国官方自己心目当中的一些禁忌 就是要允许香港的本土意识的增长 或者说强烈的引导香港的本土意识的发展 因为根据目前香港以及新加坡的一些学者就分析说 如果中国要将香港引入新加坡的一种管制模式 首先第一要认同的是本土意识 是发展最重要的根基 但是目前呢 香港的这种本土意识被打压 被污名化 所以就导致了今天香港的这种社会的乱局 我们来看一下新加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什么样的背景之下 来不断的加强它的本土意识的呢 新加坡这个国家在2013年的时候 就发布了一幅非常具有争议性的叫人口白皮书 当时被批评了可能会纳入太多的外来人口 所以当时呢 新加坡的这个执政者就再三的强调 新加坡人是国家发展的根本 于是表示出希望新的移民能够建立起新加坡的本土意识 所以他不光只要求本国的原住民 新加坡的原住民主要是包括华人群体 马来人群体 以及印度裔的群体 当然还有一部分阿拉伯人 所以他不光只要求本国的原住民的群体 要建立非常强的本土意识 他也要求新移民 也要建立起新加坡的一个本土意识 但是再来看看香港 香港从97年政权移交之后 就大量的吸收大陆的新移民 那么根据香港政府的统计呢 到2019年中期 这个时候的数据就比去年的同期 也增长了7.3万人 而当中有4.4万人 是通过中国内地跟香港的单程证持有人 去到香港的新移民 但是和新加坡不一样的是 香港政府完全没有打算让他们成为 真正的有本土意识的香港人 也更不会去强调所谓的本土意识 反而呢 是希望跟中央政府一起来推动 所谓的国民教育 国歌法 还有普通话的教育普及等等一些 中共方面制定的一些政策 也希望香港人来增强更多的 中央所推崇的所谓的国家的认同感 所以这就是香港跟新加坡在两个政府 两个地区 一个是国家 一个是隶属于某一个国家的特别行政区 他们在对待民众的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巨大的不同 再有就是核心当中的核心就是 如果中国要在香港来推行新加坡市的家长市的这种 统治和管理的话 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要有真普选 因为新加坡这个国家呀 它经常被批名为一种威权的政体 原因就是这个政府呢 它依法治国 但是它也操控了这个民众 这个社会生活的很多层面 这也正是这个读法律出身的新加坡的建国的总理 李光耀当年他自己精心设计的 比如说对媒体 对公民社会 对公会 对言论自由 这个新加坡的法律都有非常严格的规范和规定 于是可以说新加坡的很多舆论也是由政府来主导的 而批评政府的声音呢 如果你拿不出这个确凿的证据 那很容易被政府就告你是诽谤 所以近年以来呢 新加坡更是引入了这个对新闻媒体打假这个法规 所以当时我记得很多西方媒体也说 难道新加坡也开始这个限制言论自由了吗 显然这样一套管理模式 跟西方国家大部分的民众理解的这种民主大环境 还是有非常多的距离的 但是核心问题就是 为什么新加坡的民众依然生活的在外界看来非常幸福 很多去过新加坡旅游的 或者说生活居住过的人 也觉得新加坡是一片很美好的地方呢 就是因为新加坡政府 它有如假包换的一人一票 就是没有筛选的真卜选 而每一届的这个选举呢 从理论上来说 它都是拥有非常重要的这种分量的 足以来进行改天遍地 那么新加坡自建国以来 一直执政的这个人民行动党 他自己也非常的明白 要是施政不受欢迎的话 无论是多少的行政手段都不足以改变局面 再加上近年以来 新加坡的这个选情也是越来越透明了 每一仗可以说这个执政党都是赢得非常的不容易 另外新加坡对于民众的这种运动的管制 也是非常严的 但是一旦出现了示威 或者是有明显的这个民意民情的逆转 政府的回应的速度和魄力 那也是非常惊人的 为什么他担心自己的这个执政的地位 最明显的例子呢 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 这个新加坡的执政党叫执政人民行动党 不过是因为在补选的时候输掉了议席 再加上在之前的2011年的大选当中呢 调了一个集选区 新加坡这个选区分为两个选区 一个是单选区 一个是集选区 所以又出现了一些针对政府的一些示威 所以执政党就在他的内部开始研判 就觉得这已经到了他们执政党执政的 这个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机时刻了 所以当时新加坡官方就表示说呢 说败选的原因主要是物价民生的一些问题有关 但是群众的示威和社交媒体上 有不少的批评都是针对的新移民 就是说新加坡这个地区越来越多的外来的移民 轻入他们的生活当中了就洋溢着一片 新加坡本土主义的情绪 但是这个执政党他经过分析之后最后啊 这个结果就是新加坡的移民政策 几乎就一夜之间发生了改变 移民新加坡的这个门槛就一度的被抬高了 而这样一个环境之下呢 就保护本土的就业 包括出台了很多帮助本土民众一些民生改善的一些措施 也纷纷的出台 并且呢在聘请非本土员工的时候 首先要满足这个本土化的一些法律的要求 所以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了 其实当时香港也发生过 就是大量的大陆移民去到香港之后 香港本土的民众由于就业的问题 由于他们生计的问题 民生的问题也曾经走上过街头 也发生过很多抗议 但是香港政府呢 却没有新加坡政府这样的处理的机制和能力 为什么呢 原因就在于 新加坡它是一人一票 真正的从单选区 从一个地区选上来 它需要对它的这个选民 对这个选票负责任 并且要及时的加以改善 而香港就不一样 香港的思维方式呢 还是停留在立法会当中来数票 所以游行示威 不论你多少人参加 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都不会有太多的效果 我们再来看看香港吧 香港啊 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立法会的议员啊 他根本不需要这个民众的选举 他的参选资格就被莫名其妙的无情的给剥夺了 为什么呢 因为香港今天的这种政治格局 首先是要听命于中央 是要听命于中国政府的这个摆布跟指令 但是新加坡的选举制度就不一样 他同样是透过选举的方式 但是他保留了绝大部分的一个反对党的一个议席 新加坡的这个选举制度很有意思 他呢 是要这个选民一人一票 来从他们的这种选区当中来选举出来 这是单选区 另外还有个集选区 集选区呢 就是因为新加坡是个多族裔的国家 他有这个华人 有这个马来人 我们这些说了 还有这个印度人跟阿拉伯人 所以他这个集选区呢 为了保障少数族裔的这个生意 能够得到支撑 所以他要求这个集选区就是组成一个 几人的这种小的 叫做国会议员的选举团队 那么这个团队当中就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族裔 所以他这个 从他整个的社会治理来说 是非常合理的 比如说 在这个2011年的时候 新加坡的这个执政党啊 这个选举当时受到了压力 于是呢 这个政府啊 就开始大换血 大量的更换他内部的成员 相对于香港来说 这个行政长官呢 他不是选民选上来的 所以他根本用不着自己去更换 因为他也没有权利去更换 只有谁也有权利呢 那就是中央政府的官员 因为香港的行政长官 都是中央政府来认命的 来委任的 所以这样一来就变成了说 民众 有了反对的声音 但是这个反对的声音呢 往往集中在某一个最高官员身上 而对其他的这些议员 就没有任何的效力 而在香港 你作为政府官员 你的去留 也不是选民的这个选票 或者抗议来决定的 而是你是不是受到了中央政府的祝福 你要是受到了祝福 你就能留在香港来当官 你要是没有受到中共高官的 中共这个高层的祝福 你可能就离开了 所以香港的这些个官员们 不论是建制派也好 还是这个非建制派也好 他没有什么太多的政治压力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实香港啊 在之前港英时期 英国时期 他在那种环境之下呢 相对而言 他的社会自治能力是比较强的 因为他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中央集权的力量来进行管制 所以香港在殖民地当时的官员 他有一定的这种自主性 也就是说 他可以根据香港的民情民意 来进行判断 来进行一些地方性法规 或者说规则的一些制定 来满足民意的需求 而今天我们看来 虽然两个多月了 香港的民众在街头 来要求他们提出的五大诉求 那为什么很多媒体说 包括很多推特上的一些声音都说 为什么香港政府 为什么林郑月娥就不站出来说 有一些改变 来回应民众的呼声 反而声音越来越强化呢 第一 是因为他根本没有这种权力来回应 因为所有的生杀大权不在香港政府 而全部在中国中央政府 所以这就变成了 中国政府认为香港的这种游行示威 认为这种民众的反应会带来某种国家安全 所以他就用一种恫吓的方式 来迫使香港政府 不做出任何的会议 或者只做出跟中央政府同坑一气的这种规议 那么这就形成了一种 实际意义上的一种威权管制的风格 所以香港如果要抄袭新加坡的这种政治制度的话 首先他要付出相当高的代价 这个代价不光只是香港政府要付出 首先是中共高层中共当局 他敢不敢付出这个代价 敢不敢让香港拥有真普选 敢不敢让香港去真正的捍卫 或说宣扬香港的本土意识的发展跟卖 所以从目前的角度上来说 中央政府既不敢也不肯 所以总之来说吧 新加坡它的这种制度 这种家长式的管制 或者我们把它叫做 软威权半民主的一种政体 这种政体的成功呢 就在于它的民主并非是一种装饰性的一种民主成分 不是说你上了街 你游行了 但是没有回声 那么虽然 它管控民众的这种集会游行很严 但是一旦民众有声音有需求 政府就必须回应 所以它是真正的 让这种 半民主在扮演一种具有决策性的一种非常关键的角色 而且这种角色呢 它具有制衡精英的能力 而至于政府的权威性质呢 其实也是要得到这种基层的这种选民 这种选票的支持的 如果没有这种授权的话 总有一天 新加坡 它也会让这个反对党 把这个天给变了 所以这一点 新加坡现在的执政当局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他们心里才会有紧张感 而新加坡人最重要的就是稳定 我们说到这个稳定呢 实际上它不是一种形式上的稳定 它不光只是法治上的稳定 曾经有人就采访过这个李显龙先生 就问他台湾香港跟新加坡 因为这三个地区呢 曾经也都是这个90年代亚洲四小龙之一 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问李显龙先生这个三个地区的政治可比性的时候 虽然官方的说法呢 它依然是照顾到了中国的颜面 所以说的很客观 但是也有不少分析人士就说 其实从李光耀到李显龙 到今天我们看到的 尽管是一个半威权 或者说软威权的一种家长式的管理制下的新加坡 为什么人们依然可以感受到生活的一种自由感 一种自在感 一种安逸感 新加坡它毕竟是一个华人群体占大多数的一个国家 所以当时当新加坡脱离英国的殖民 脱离马来西亚的这种管制 而独立成为一个国家的时候 李光耀先生从他华人出身的这样一种意识跟嗅觉 就敏锐地捕捉到了华人这个群体当中 几上千年或者说长时间的这种小农意识 小农经济所延续下来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一种民众意识 就是先要安居才能乐业 所以在新加坡立国的时候 首先就是有一条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就是稳定民心的信息 就是居者有其物 当每一个人都有房子住的时候 他自然就不会有太多的躁动感 也不敢于贸然地走上街头 因为他要顾忌到他今天已经有了比较安逸的生活 因此才有了为什么新加坡如此严苛的这种法治管控之下 人民依然生活得非常的自在安逸 所以这就是一个地方的管制者 他稳稳的抓住了这种民心民生他最需要的 当民众得到了他最需要的时候 他自然会安逸于这种稳定的生活状态 而这种民众自己的稳定 就比政府的强压的维稳要来的重要的多 也稳定的多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 明镜焦点的全面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再会 打开明镜电视